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买到了9070或者9070XT 就目前9070XT和9070的价格来说 你会优先选谁呢 因为首发评测大家已经看过了 今天我们来聊点不一样的 算是显卡杂谈 现在大家可以倒杯茶或者准备一些零食 然后我们开始 等待了约两年的时间 新世代的A卡终于上市了 今年几乎全部的厂商都做了新的设计方案 我手上刚好有两张 来自蓝宝石的9070XT弹洞和9070吉地 尤其是这张蓝宝石的9070XT弹洞 可能是今年最特别的一张A卡 所以我们就先来品鉴一下外观 稍后也来对比一下之前的产品 看看到底有什么变化 首先我想聊一下 今年蓝宝石产品线名称的变化 我想大家应该也发现了 为什么今年显卡没有超白金和白金了 我们这里快速回忆一下 早期的蓝宝石显卡 有毒药 超白金 白金等系列 然后在6000系多了极地和黑钻系列 当然也会有一些小众的星空版 海外版或者联名限定版等等 7000系的时候没有太多变化 到了现在9000系 超白金变成了弹洞系列 白金变成了麦洞系列 然后还多了一个金属麦洞系列 极地版得到了保留 所以目前9000系已经推出的产品 就变成了弹洞 极地 合金麦洞和麦洞四个系列 其实非常好记 弹洞 极地 合金麦洞 就分别对应着超 白 金三个字 相当于把最早的超白金拆成了三个系列 而今天弹洞就是以前的超白金 超白金也就是今天的弹洞 不过弹洞总让我想到一首辽宁民歌 我也想吃广东菜 你们看 这是我上周在珠海吃的广东菜 沙江鸡 非常的好吃 广东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正不正宗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2025款的弹洞 其外观还是超白金的风格设计 显卡本体的配色 也是传统高端卡的金灰配色 只是这一代的造型看起来会更方正 正面多了这种像网状结构的设计 然后我们来看侧面 好像和之前有些不一样 但是第一时间你可能说不出来哪不一样 其实不同之处就是显卡的供电接口不见了 那供电接口在哪呢 其实被放在了显卡的背面 并且这是一个12V的2x6的接口 非传统的多个8Pin接口 并且显卡背面配了一个磁吸的盖板 装上这个盖板就可以遮住接口和供电线 让显卡看起来会更有一体性 不过我这里用的是白色电源线 还是隐约可以看到 建议大家使用深色电源线可能会更容易隐藏 这里我们来对比一下上一代的790XTX超白金 这么对比来看 新的9070弹洞要更长一些 整体的造型也会更方正 而之前超白金的造型看起来会更圆润 然后就是两者的风扇造型会有一些不同 新的弹洞的造型看起来也会更圆润 而之前超白金的风扇设计会更有棱角 你更喜欢哪一种设计风格呢 然后就是背面 因为9070XT有背板 所以整体看起来会非常简洁 打开背板以后 可以看到9070XT的供电接口和RGB接口 790XTX的尾部其实也有一个RGB接口 但是供电接口在传统的侧面 我们来对比侧面可能会更直观 这里是790XTX的供电接口 而9070XT弹洞在侧面做了一个镂空的网状造型 内部的RGB灯带被包了起来 而790XTX超白金是传统的灯条外露的设计 并且9070XT弹洞在开机的时候 灯光还有一个开机效果 这一点之前的超白金是没有的 我们这里来对比一下两者的灯光效果 以及外观的设计 你们更喜欢哪个设计呢 我个人觉得新款的970XT弹洞会更简洁 毕竟旁边没有电源线的干扰 而790XX超白金 如果想把灯光全部露出来 就需要适当的理理线 我这里的机箱用的是联力207 因为电源前置 所以侧面的不太好走电源线 按照默认显卡供电孔位走线 可能多少会影响一些侧面RGB灯条的连续性 然后我们来看大家普遍比较喜欢的白色显卡 极地系列 我手上这张是9070 极地也有推出9070XT的版本 外观都是一模一样的 显卡的外观 延续了极地系列的设计风格 只是相比上一代 看起来会更白一些 我们这里对比的是7900GRE 因为7900GRE和9070发售的价格是一样的 都是549美元 然后我们看 这一代极地最大的变化 就是厚度 这一代变成了三槽 所以使用MATX主板的用户可能要注意一下 然后就是正面的风扇 也和弹洞一样 变得更圆润了 不过据官方的描述 这样可以更静音 然后就是背板的开孔 新的极地开孔会更大 尤其是后半部分 还有就是侧面的logo 多了RGB的灯光 原来的极地只有单色的灯光 所以新版的极地 后面也多了一个和主板同步灯光的RGB接口 然后就是新老两个版本 都是两个8PIN的供电接口 没有使用类似弹洞的12V2x6的接口 不过我个人还是希望 未来显卡的供电接口 都可以放在尾部 这样就不会有线挡住侧面的灯光 就会更简洁更好看 但我估计这个过程 可能还要再进化几代 整体来说 大家对这代弹洞和极地的外观设计 还满意吗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然后我们来对比一下这四张显卡的性能 那为什么要这样对比呢 首先790GRE和9070 都是相同的549美元的发售价格 然后790XTX也刚好是今天A卡的一个性能标杆 所以我们拿来一起做对比 我们这里先稍微过一下参数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两款新的GPU 都使用了新的架构和新的制程工艺 前三者的显存容量和位宽都是一样的 790XTX拥有最大的24GB的显存 和最大的显存位宽 新的9070和9070XT的着色单元 纹理单元 渲染输出单元和光追核心 其实都没有旁边的790GRE和790XTX多 不过两者的BOSS的频率会更高 但毕竟两款GPU用的是新的架构 所以可能即使在部分参数落后的情况下 性能也就不一定会更差 最终我们还是要看实色数据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测试平台 在跑分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四张显卡的烤机温度 我们封吧烤机20分钟 成绩如图 这里我强调一下 我们这里主要看9070和9070XT的温度 因为手里这张790XTX已经用了快两年 790GRE也用了接近一年 所以都不是新卡的状态 温度仅供参考 这里看 新的两款显卡的GPU核心的温度都算不错 但是显存节温会略高一些 不过790GRE也有类似的温度表现 所以这应该算是正常的吧 当然这里我个人还是存在疑问的 整体来说 9070的温度和功率表现会更好一些 当然老大哥790XTX的整体散热表现还是最强的 对于这个温度表现 你还满意吗 然后我们来看四张显卡的理论跑分 如图所示 刚好是非常默契的阶梯形状 每一张显卡的分数都刚好比上一张高一些 并且这次测试的9070XT弹洞属于顶级飞弓 所以跑分会比我们之前测试的普通版略高一点点 我们这里以中间的9070为基准 7900GRE整体要弱10%到17% 9070XT要强11%到15% 7900XTX要强22%到34% 你们总说老黄的刀法好 其实苏妈的刀法一点也不差 不仅不差 甚至还会用兵法 可以和N卡填技赛马 然后我们来看光追的跑分 其中Port Roy的跑分 9070XT依旧是要比7900XTX高的 其他基本上符合比例 然后最后就是游戏对比了 这个工作量是真的大 大家这里可以手动点个赞什么的 鼓励一下 我们首先来看五款 不开或者不能开魔法和拼好针的游戏对比 先看4K分辨率 我们看有些游戏 9070XT的帧数和7900XTX接近 有些游戏 9070XT和9070反而更接近 然后再看2K分辨率 这个也和4K分辨率的时候类似 有两个游戏 9070XT的帧数已经和7900XTX持平 甚至超越 不过在CS2这个游戏中 始终7900XTX的领先幅度会更大一些 所以整体来看 9070确实和7900XTX拉开了一些差距 如果目前都是全新卡 价差不大的情况下 可能买9070要比7900XTX会更划算 然后我们来看一些光追的表现 首先来看看门狗的4K分辨率 在不开光追 帧数的差距和理论跑分的差距是类似的 都是一个阶梯形状 然后我们在开启光追后 9070XT可以剩7900XTX一帧 在2K分辨率时 9070XT和7900XTX可以打平 然后我们来看极限竞速地平线5 我们就直接开启最高画质 开启默认光追选项的情况下 首先4K分辨率 9070XT和7900XTX只有1帧的差距 我觉得可以算是平手 然后在2K分辨率下 9070XT反超7900XTX7帧 然后我们来看赛博朋克2077 在4K分辨率的情况下 在默认最高画质 关闭FSR和关闭光追的情况下 帧数的表现依旧类似理论跑分 不过9070XT和7900XTX都可以做到 最高画质60fps以上 然后我们开启光追 9070XT的成绩反超 然后我们在开启光追 开启FSR的情况下 9070XT可以领先7900XTX10帧左右 也就是领先了约15% 而此时9070的帧数 已经可以和7900XTX接近 然后我们看2K分辨率 其实也是类似 在开启光追和FSR的情况下 9070XT领先7900XTX约20% 而9070也领先了7900XTX约30% 可以算是打了个平手 所以新的RDN4的架构 光追提升确实是比较明显的 然后我们来看最新的怪物猎人荒野 在默认和开启光追的情况下 9070XT和7900XTX基本一样 9070的成绩差得也不远 而7900GRE和大部队 算是拉开了不小的差距 2K分辨率的表现也是类似 在默认和开启光追的情况下 9070XT的成绩都能略高于7900XTX 而在开启光追和FSR以后 7900XTX还是要领先一些 以及整体来说 7900GRE的成绩都离大部队有一些距离 几乎每次都是有20fps的差距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们综合跑分和游戏实测的帧数来说 这些性价比是最高的 当然这里是指接近官方价格的产品 但是9070其实差的也不远 如果对功率有要求的朋友 可以看一下9070 还有就是7900GRE和9070的全新卡来对比的话 肯定是优先买9070 如果你想买9070XT弹洞的话 最好可以选择原生支持12V 2×6接口的大厂电源 这样不用使用转接线 相对会更安全 整体装机和走线也会更简洁 正面看不到电源线其实是非常爽的 我个人觉得在使用侧透机箱的时候 最影响观感的其实就是显卡供电线 只要这个线没了 整体就会干净非常多 但是如果你是白学家 那GD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GD9070XT和9070两个想法都有 只是这一代都变成了三槽卡 可能小尺寸的ITX机箱要注意一下 但是未来我们也可以找一找 有没有更小的尺寸 可以装进ITX机箱的显卡来拍给大家看 最后我想说 如果你已经是7900GRE 7900XT或者7900XTX的用户 我个人觉得是完全没有必要更新到 新的9070和9070XT的 尤其是7900XTX的用户 反而我觉得算是降级 毕竟光线性能会更强 目前也不是所有的游戏都支持魔法和拼好针对吧 即使是7900GRE的用户 相对9070和9070XT已经拉开了一些差距 但不可能有人明知道自己显卡 跑不动某款游戏的时候 还坚持不降画质 不开FSR的吧 所以只要是稍微降一些画质 7900GRE依旧是可以顺跑游戏的 还有就是一款显卡 至少在市面上卖一到两年的时间 所以现在价格不稳定 或者买不到 也不要着急 我们可以等618 双11 或者后面的各种促销 总有一天可以用合适的价格买到 所以大家可以以今天的测试数据为参考 然后在价格合适的情况下 再来选择自己合适的显卡 还有如果你觉得 9070和9070XT的价格本身定位比较高 那9060系列的显卡估计很快就要来了 也可以再等等看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内容就是这样 这里是白TV 我是老白 我们下个视频见